嘿,我是阿图 因为自己不想背单词 而努力让老外都讲中国话的汉语老师 我在澳大利亚生活了12年 曾经是澳大利亚新南沃尔士州的注册教师 在当地学校教汉语 也有教高中经济学的自治 那一年前回国 现在暂时定居深圳 是一个有着血杠身份的自由工作者 2022这魔化的一年总算是过去了 我自己的生活也发生了非常多的变化 回国集中隔离以后 回到家的第三天 家里有老人突然离世 之后呢 我又辗转在十多个城市 见朋友和移动办公 中间还跨行做了五个月的全职工作 那因为一些契机 9月底总算在深圳暂时定居下来 我还回宁波参加了一个 认识了将近20年的闺蜜的婚礼 除了教汉语呢 我也开始尝试新的职业身份 然后呢 12月的最后一天 因为扛不过这波疫情 家里又有至亲的老人 离世 时间这样一天一天的过 计划这样一个一个一个的完成 有时候会突然有一种无意义感 我在哪里 我在做什么 他会给我带来什么 我做的是对的吗 我还能往哪里去 2022年的12月 我开始用照片和视频来记录生活 然后我发现 我其实做了很多事 无论会不会有用 但是这些事情都在告诉我说 我在做新的尝试 他们有不错的效果 我遇见了有意思的人 他们的出现 让我脑子里时刻都有 叮一下的心启发 那么我希望我可以持续记录 让自己这种无意义感 在出现的时候呢 回过来看一看 其实我已经很厉害了 我也想通过分享来认识 独一无二的你 你是谁 你在哪里 正在做什么 我们来聊一聊呗 11月澳大利亚的高考结束 我线上的澳洲汉语高考辅导工作 也就暂时的搞一段落 要到今年 也就是2023年的3月以后 才会迎来一批新的学生 至于有没有这样一批新的学生 那还得看招生情况 关于不挂考汉语教学平台 我都尝试过哪些教学形式和招生方法 我正在筹备新的干货视频 期待一下呗 那我目前只有一个美国的汉语学生 从去年的4月份开始到现在 每周大概四节课 那我们讲过故事 读过绘本 唱过歌 家长给我介绍了新的学生 正在准备一对一的约谈 大家对自由教师如何约谈家长的话题感兴趣吗 2021年底 我参与了广州一个公益机构的 青年职业规划导师培训 从去年开始成为了正式的导师 主要帮助中学和中专的学生 找到适合自己的职业发展方向 我遇到的学生都是喜欢的很多 想做的很多 不知道怎么把兴趣和特长聚焦在特定的专业或者职业上 跟他们聊天 我经常会感叹 新一代的学生真是太厉害了 综合我的过往经历 我真的开发自己的职业规划咨询服务 目前已经有正式的来方者来体验过了 也包括在海外的留学生 那后续呢也有潜在的客户在持续的申请报名 那我们今天呢是来聊聊你 一开始发给我的一些内容 那内容之前呢我让你做了一个测试 DISC的测试 对总体就在做测试的过程中你有那些感受 接触了职业咨询以后才真的感受到 在前线帮助新一代社会人做好踏入社会的准备 感谢自由会客厅伙伴的介绍 让我有机会在一家初创公司做财商课的老师 目前在深圳一家国际学校教科外班 由于疫情 12月的最后一节课也改成了线上课 曾经的经济学老师也算是干回了老本行 跟学生们一起探索从出生到退休 我们会在哪一些时间节点上做财务决策 这些决策又会以怎样的方式来影响我们的人生 除了这三个主要的职业身份 我还在做学术论文的中英语言支持 自由工作者社群自由会客厅的课程班班 教育工作者休闲谈话里的播客 虚度时光的主播和剪辑 你对哪个职业感兴趣都可以用弹幕或者留言的方式来告诉我 看起来我好像做了很多事 但其实他们都聚焦在一个点上 就是教育 教育它不等同于学校教育 它可以由很多不同的人构成很多不同的形式 以它当下更合适的方式来呈现出来 对我来说 把汉语双英还有财经商的知识 以课程的形式展现给学生 把学校和社会的关系 用职业咨询的方式来支持来访者 把汉语教学还有其他跟教育相关的内容 做成文字播客和视频 与世界各地的教育人交流 都会让我每一天想到要去做这些事情 都非常的快乐和满足 你对什么主题的vlog感兴趣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那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